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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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些基本的类型 它的起源 以及它的演变的特点 那么本讲呢 主要讨论 这个地制国家 在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地制时代 这个政治统治 合法性的一些问题 我们这里主要是 以这个君主的 个人权利 均权的合法性 作为讨论的核心 首先看看 关于合法性的一般问题 有关合法性研究的一般问题 合法性研究 这个是怎么提出来的 是什么样一种问题意识 我们为什么讨论合法性问题 那么这个最早 我们知道是由马克斯韦博提出来 那么它的基本概念 经过人们的 几代学者的 这样的诠释 理解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共识 那么任何一种政治统治 如果它具备了这样一种熟性 我们就说它具有了合法性 或者正当性 也就是说 具备了一种能够让人们自愿服从的 这样的能力 或者熟性 乃至于可能性 它就是合法性 它就具备了合法性 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 在这样一个定义里面 服从 或者自愿服从 就是我们解析 打开合法性 这个分析概念的 一个关键词 也就是说 我们 要想进一步的分析 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 服从 或者是什么叫 自愿服从 它是如何发生的 那么就来 就可以 对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操作化的分析 韦伯的这个问题 它是从 讨论 这个 我们人类政治行为 或者说 广而廉止 我们人类的社会行为 一种重要的现象 那就是服从 从这个开始 从讨论 我们人类社会中间的 一种重要行为 重要现象 服从开始的 我们知道 我们人类 面对了一种 政治统治权利 为什么要服从 有什么理由 我们同样的人 那么各位 每一个人 生命不过百 每个人都是 比如说 一百多斤 在生物特长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凭什么一些人 会服从另外一些人 服从的理由是什么呢 韦伯的这个追问 或者说 这就是他的一个 伟大的学者的一个 敏锐 我们生活中间 习以为常的 政治统治 政治生活里面的 一个人 或者一些人 能够取得 在一定的共同体里面 那么多人的 服从 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那么我们在逻辑上 只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或者也可以细分为三种可能性 一种 我们为什么服从 首先是因为我们 恐惧 在政治统治里面 我们服从一种权利 是为什么呢 是恐惧 害怕 如果不服从 我们可以遭到惩罚 乃至于镇压 那个统治者 他手里有暴力 有强制性的暴力 所以我们应该服从他 还有一种呢 也属于被迫的 有条件的服从 我可能不是为了恐惧 但是因为你掌握了资源 统治者 一般的会控制国家的资源 我为了从你手里 得到资源 得到好处 我也是被迫的服从 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服从 当然前面一种 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 一种机会主义的服从 我们为什么要服从呢 投机 为了得到好处 这是我们服从的 第一种大的原因 那么这样一种 统称为叫做被迫的服从 有条件的服从 它的特点在于 如果一个统治者 那么仅仅靠这样一种 建立在暴力的统治 或者物质的强制力 如果仅仅是建立这样一种基础上的 获得服从 那么这种统治权力 实际上就是非常的赤裸裸的一种强制 我们通常讲叫威逼利用 威逼利用 是吧 那么有人进一步讨论 这样的权力的统治现象 严格说的不能叫做统治 因为我们仔细想想 他和管理监狱 如果一个统治者 这样进行统治 他和管理监狱 管理囚犯 以及管理战犯 这一个地方进行军事管制 军事征服 没什么区别 如果这种服从 仅仅靠这样获得的服从 这种是囚犯 是一个被征服者的服从 一个战犯的服从 严格说来 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进步地说 这不是建立在人的服从 这不是人的服从 因为我们知道 把人已经不当成为人 把人当成一个物理的东西 一个东西 为什么能制服另外一种东西呢 我们在物理现象里面 一种力量强大到另外一种力量 压制它 我们在动物界里面 一种动物 为什么控制另外一种动物 也是靠暴力 靠生物的力 所以呢 这跟人的服从没有关系 因此呢 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地界定 这样的被迫的 威逼利用的服从 我为什么服从啊 一个宠物狗 对不对啊 为什么服从啊 动物园里面的 一些动物为什么这么乖呢 我给你东西吃 那么马戏团驯兽 这些动物为什么这么乖呢 是因为控制了它的 它的这个食物 所以这样的服从 如果政治权利 单单的靠这些服从啊 第一它是一种呢 赤裸裸的征服 强制 第二呢 它的呢 不可能持久 啊 我们知道 统治者在任何时候 都是少数人 因为少数人来征服多少人 对付多少人 以少制多 那么如果说时时刻刻地 把这个多数人当成战俘 努力 囚犯来对待的话 那就时时刻刻会面对着 这些人的反叛 所以这个统治是极其危险 时刻处在一种高压状态 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 每个人都将反抗都要越狱 啊 统治者 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变成警察 是吧 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变成军队 所以呢 那这是这个 他的问题 所以他成本太大 风险太高 那么无法维持 那么第二种服从 韦伯这样就在排除了 这样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在讨论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现象 无法呢 这个获得持久的统治 之后 那么韦伯就进一步的追问出来 第二种可能的服从 那就是自愿服从 我们在人类的政治统治现象里面会发现 实际上任何一个统治权力 哪怕是最专制 最残暴的统治权力 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秦始皇 秦始皇是信奉法将 好像也是赤裸裸的暴力征服的 但是我们看秦始皇的留下的一些文字 最原始的 最直接的就是秦始皇在几次出巡各地的时候 留下的识碑 对啊 碑刻 刻的字 那是活生生的秦始皇当时的思想的反应 我们分析他这些留下的碑 在山东的郎阳 在这个徐州一带 在甚至难到今天的会计 会计绍兴一带 那么留下的这些识碑 还是能够看到 他要为他的政权 那么进行另外一种呢 合法性的辩护 也就是说 为他的政权 为他的取得的成功 寻找暴力之外的解释 寻找这种军事征服暴力之外的解释 那么按照韦伯的观点 任何权利都是这样的 他呀 要进行这种合法性论证 为自己的统治进行正当理由的辩护论证 由此获得人民一种呢 自愿的服从 让人民在心中会感到 服从一种统治权利 那么 是值得的 是应当的 为什么值得应当呢 我在判断上先认为你是正当的 我该服从 我应该服从 这个权利 我认为是代表正义的也好 这个权利是最好的选择也好 总而言之 我服从这个 不仅仅是由于我害怕 由于我的一种投机取巧 我合作 我要获得好处升官发财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所以 这样一种 因为 由于认为这个权利是正当的 值得的 应该的 美好的 所以我愿意服从 引起的自愿服从 就赋予了统治权利 一种俗性 叫合法性 或者正当性 我们翻译成 就是上面这个词 韦伯提出来 任何一种政治统治 要想维持持续的统治 短暂的征服 当然可以靠暴力实现 短暂的恐吓 当然可以靠暴力实现 那么持久下去 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 一帮武装歹徒 劫持了一架火车 短时间是可以的 三个人 可能五个人 就可以劫持一架火车 这个火车里面几千人 但是呢 短期内可以做到 那么时间长了 他歹头就可能危险了 所以他一般的绑匪 必须在最短时期内撤出现场 这个现象就是说 实际上政治统治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必须要迅速的 要么夸胎 要么要迅速的转位 要诉出人民心中的某种道义感 在人民心中 培持着一种 有利于统治者 乃至于有利于征服者的价值观 让他们感觉到 这个政权 还有值得服从的方面 对他还抱有希望 我们对这种政权 还抱有希望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推导出来 第二种自愿服从 正是这样一种自愿服从 我们说 使任何统治权力 它呢 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的基础 或者说 使它具有了正当性的基础 现在 我们根据这个 这样一个逻辑分析 我们就把合法性的问题 引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问 来追问 那么 这种合法性 或者自愿服从的动机 又从何处了来 我为什么 喜欢这个政权 我为什么 愿意服从它 是吧 同样我们当然 也可以问 为什么有些人 在一个政治统治下面 有些人愿意服从 有些人呢 不愿意服从 现在正在举行的 东亚一个地方的 民主政治的一个 案例 典型的案例 就是泰国的红山军 正在围攻他们的 到处围攻他们的 政府总统 总理府 为什么 黄山军会支持 为什么 红山军会反对 他们各自的判断在哪里 当然了 红山军 黄山军 我们一般的解释说 代表什么什么利益 这里面按照 伟伯的说法 仅仅是利益 还不行 还有一些 非公立的 非暴力的因素的 这种自愿服从 那么这种自愿服从 来自哪里呢 当然这个研究是 比较宏观的 我们短期内看这个 硬套这个黄山军 红山军呢 可能还不一样 一个政治统治 只要维持持久 那么他的服从 一定是来自于 某种自愿服从的动机 那么韦伯 他给出的结论是 我们为什么自愿服从 我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政权是正当的呢 有三个理由 一个理由我们知道 是来自于一种传统的观念 我相信 或者我受到一种传统观念的制约 受到一种传统观念的制约 为什么服从 几千年来如此 这个人利用了传统的力量 比如说 传统的习俗 选择了 确定了一种继承制度 按照这种继承制度 你取得了位置 我就服从 比如在西藏 采用了这样一种 所谓的灵通转世 选举喇嘛 达赖喇嘛 这样的方式 结果各个部落都认同 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里面 按照敌掌旨承制 来选拔皇位继承人 只要按照这个 只要有这个身份 我们大家就服从 无论理由 这就是理由 他根据了某种传统的 奇怪的做法 获得了位置 我们就服从他 所以一个三岁的儿童 他可能更有正当性 反过来说 虽然同为皇帝的儿子 你是一个成年人 未必能够获得这样的支持 所以这就没理由了 看似荒唐了这就是传统的作用 是吧 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另外一个当然 还有就是统治者个人的某些超凡的魅力 一个统治者 那么任何一个政治统治者 都在某种意义上 尤其在传统国家里面 统治者 比如说皇帝 君主 他都扮演了某种 巫师兼演员的这样的身份 政治家 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巫师兼演员的这种身份 一方面 他会通过宣传 会通过制造 他身上的某种灵异的 特意的顶覆和功能 制造某种神话 另外一种呢 当然 这种超盘的魅力 也来自于在夺取政权 打江山嘛 过去讲 这个打江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他确实 所谓的征服海内群形 拖延而出 那么 取得了一连串的 军事政治上的成功 甚至是由弱变强 创造了一些胜利的奇迹 这些胜利的奇迹 会给这些领袖人物 赋予某种神秘的传奇 这样一些神秘的传奇 会在他们身上形成某些 我们无法言说的 带有魔幻魔术般的魅力 所以这样一批开国的领袖们 他们本身的出现和存在 对他的统治区域内的人民 他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神秘的征服力 古代的和现代的领袖们 统治者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刘邦 我们看历史上 朱元璋 赵匡英这些人 都是所谓的在家的这些人 他本身确实大智大勇 经常能够被他逢凶化吉 制造很多神话 所以让手下的人如痴如醉 没有理由的 没有保留的去崇拜他 一见了他就被他赦服 对他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 这种崇拜 崇拜 幸福 他一出现 他一存在就是幸福得不得了 那么一种激动的暖流涌上心头 我们过去一想到伟大领袖 都是这样的感觉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大智大勇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因为对他的下属 尤其这个统治集团 对他的下属的心理操控能力非常高 而且驾驭非常成熟 所以赵邦邦当了皇帝以后 那么因为他知道 以前几任的那些皇帝 都是政变 始于政变 他作为后州的一个 禁军的最高统帅 也是被政变的将领 同时当然也是他自己 推上了皇位 但是他上来以后 怎么样对付这些人呢 怎么样防止这些手下的将领 再步前人的后尘 再把他搞掉呢 所以他的办法是 那么与其回避害怕 而不如当面戳穿 迎头而上 所以有一天 那么这个他那当年打仗的几个败把子兄弟 十个败把子兄弟 那么这个江山打下了以后 然后怎么办呢 有一天传皇帝的话 我们一块出去打猎 一帮人打猎 打猎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卫兵全部都平退 然后这个几个人走到一片树林旁边 赵光燕忽然停下来 说各位兄弟 现在呢这个四周没有任何人 你们现在可以制造一场事故 直接把我杀掉 你们就可以立功 重新推选一个皇帝 他这一说以后 把这帮人 将领全部吓坏了 一个个 翻马 落地 那么 叩头请罪 说是你只给我们一条生路 看来你对我是不信任了 我们哪敢有这样的心思 这不是乱臣贼子吗 这一下子就把他们 征服了 所以后来呢 再加上所谓的杯酒士兵权 对不对 使用一些计谋 这些人最后乖乖的 这个不费一枪一弹 那么全部第二天 类似于我们正式生活里面 某某人因为健康的原因 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么这个都有健康的原因 都辞去了 所以一个个叫杯酒士兵权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这个魅力 如果没有在这个领袖里面魅力 你想想 那个自从北洋军阀以来 是吧 袁世凯 蒋介石他们为了 为了所谓的西兵 为了裁减中国的军队 他们费了多大力 甚至每一次的裁军 引起了一场大战 是吧 这个蒋逢延 中原大战 直接的导火线 就是蒋介石要统一 要把这些军队 割据的军阀军队裁掉 是吧 而这个袁世凯呢 在这个他呢 也是想要 这个千八百七枪 弄到一笔钱以后 把军队遣散 都在试图武力 统一中国 都在做这样的努力了 所以这就是 领袖的这种魅力 是吧 那么这个 他是有数 可以说超过了千军万马 有数让你不费一枪一弹 所以毛泽东 这个我们也看到 这个后来当然 尽管出现了这个政变 是吧 911 但是你看那个 根据我们只能 根据现在的公布的记载 是吧 那些这个 那个林彪手下的干将 各个起码也是个军长级的 也是九力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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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唐的这样的老将了 结果见了毛泽东 不要说是刺杀了 到了那个火车上 据说已经下的多数都不得了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发展的国家也好 这个在这些这个 呃 那那王朝时期啊 那么这个呃 打天下的 他们都有这样的呃 由于他们的传奇的经历 再加上宣传 再加上他个人的大智大勇 那么会在他的这个群体里面 产生一种魔力 这种魔力让你啊 那就说呢 这个无条件的 一见了他以后 人家触电一样 人家就已经丧失了完全啊 丧失了任何判断力啊 所以他一出现以后 你只有激动 只有只有激动 只有兴奋 这个这样的份 所以不可能有 这就是超凡魔力啊 所以就是人家着了魔似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文化大革命 主席他一个人一开中央委员会 也没有什么日程 想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讲完了以后啊 结束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大家 这个底下的人 就在那听得如痴如醉 就是这样的 那一个正常的社会 一般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跑来开会 然后讲几个小时 反来不去的讲 这个呢 这个而且有时候 一高兴了 本来要结束的 我们再开几天 又开几天 这就是说呢 我们只讲这种政治权利 任何一个政治权利里面 演员 加魔术师 巫师的这样的这个本事啊 都在里面了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 是不带这个 就是说我们只是描述一种现象 没有这个只是啊 我们再开几天啊 我们再开几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